好那么昨天晚上有一个问题 我被两个不同的粉丝同时问到了两遍 都让我谈谈许葳跟汪峰谁更厉害 这个事情其实之前也被人问到过 那今天就谈一下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其实很容易回答 但是心里有点矛盾的 因为你要论个人的喜欢 你不管是音乐上还是为人上 我都更喜欢许葳一些 但是你要说是音乐成就方面 咱客观讲还是得说汪峰更厉害一些 因为你们都知道 我看一个歌手的音乐影响力 很看重一个硬指标 就是被你唱红的代表作多不多 影响力广不广 那么如果说你拿这个指标来衡量这两个歌手的话 那么光峰不光是在知名歌曲的数量上 还说是在大众的影响力上 都是要显著的强于许位的 汪峰这个家伙 你别看他现在一直被人开玩笑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被人黑 但是音乐方面的这个成就 你还真是不服不行 因为他自己这边创作了自己唱的 能让人叫得出名字的这个歌曲 你不数不知道 一数你会发现 居然得超过二十首 飞得更高 花火怒放的生命 在雨中勇敢的心 北京北京 当我想你的时候 春天里存在 像梦一样自由 生来彷徨 一起摇摆 崴离中国 河流 在雨中 普通迪斯科 是吧 母亲 光明 流年 你奈我何 你是我心爱的姑娘 是不是 这就已经二首了 你二十加是什么级别 我昨天刚刚讲过 是极其罕见的一个歌手 说是能够有一个代表 做二十加以上的 二十以上的 王力宏这种大神级别的 才可以上二十加 就内地创作型歌手而言 传唱歌曲能够有二十加的 反正在我的这个记忆范围内 就汪峰一个 没有其他人了 所以说汪峰那边有 这边前几年 不是自己人用半壁江山来形容汪峰 说实在的 这个牛也确实得让他们吹 汪峰的这个音乐才华 确实不服不行 那么许位呢 他好歌当然也不少了 一度还曾经走到过内地歌手顶峰 像那一年 故乡 蓝莲花旅行 曾经的你时光 漫步 世外桃源 像风一样 自由完美生活 生活不止这个眼前的苟且 许位这个歌手啊 你达到那个十五加级别 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到二十加呢 就有点困难了 许位的歌呢 它是极其的有画面感的 就一听就像是一个 追求自由的少年 骑着车 或者说是开着车 是吧 在这个公路上 慢慢开 然后开向远方 这种感觉 这个你说好听点呢 是音乐风格 它很统一 说难听点呢 就是风格比较单一 那它相比之下呢 就汪峰的这个风格 就多样化一些 而且你还别说 都被汪峰不同风格 玩得不错的 当然汪峰这几年的 那个搞的那个说唱 那个rap例外 这一块汪峰不大型 有点不堪入耳的 其他反正你快快慢慢的 听着还像 挺像那么回事的 是吧 所以说你要考虑 加作数量 是会影响力 能驾驭的这个风格 多样性 这些方面的话呢 汪峰在音乐成就上 那还是要盖过 许伟一些的 而且那你让我说 这两个人 谁更厉害是吧 那你要论赚钱能力的话 那其实也是汪峰更厉害啊 许伟你最多 也就接个广告什么的 对不对 但人家汪峰 现在还能直播带货呢 虽然许伟你更加比不了了 但是这个事情呢 其实就跟生活当中 交朋友是一样的 其中有两个朋友 一个是积极进取 挺能挣钱 还有一个呢 是不怎么能挣钱 但挺重勤奋 也更容易相处 那你要跟我的话 我更喜欢跟谁玩在一块呢 那我肯定是更喜欢 跟后面的这个人 玩在一起的 所以说相较而言 我是更喜欢许伟一些的 当然更关键的是 你论音乐的话 我也是更喜欢许伟一些嘛 因为许伟的这个音乐呢 是给我带过 带来过那种大震撼的 像那一年 像完美生活这种神曲 我当初第一次听的时候 就光听他那个电机 他咔咔咔咔咔咔咔 由远至今 推过来那个前奏的时候 我就 我内心当中就彻底贵了 怎么会有 那么舒服的那个 那个前奏 后面就许伟的这个声音 再出现嘛 整个旋律 天意无缝 完美之极 现在我再听这种歌 再听这个前奏的时候 还是会跟当年的感觉是一样的 还是会头皮发麻 汪峰这边呢 实际求是这样 很多歌我也听 也好听 但是给我大震撼的呢 那几乎没有 许伟这边就有 所以说这就是我 对这两个人的这个评价 理性上来讲 音乐成就汪峰更高 我也能够认同汪峰的 这个成就跟才华的 但是从我个人的这个偏好来讲 不管是音乐还是伟人 我更喜欢许伟 好吧 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两个人 他的这个成就 或者说是为人 或者说是其他方面 你觉得谁更厉害一些 你更偏向于谁一些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写评论 我是大白 下期百话天下 再聊